這三個 剛剛有四個 剛剛我去抓 這邊我先把比一下 剛剛你們這個位置為什麼你們都跑在下面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是一個圓圈圈 這一個 這一個是一個圓圈圈 它這個是連接在一起 等一下我們要做的是這樣子 這樣子 怎麼樣做來看一下 畫完來這邊再一次 這邊我們必須要留一擠 留一擠 這邊是要去掉 這邊有留一擠 因為這樣子轉 這樣子轉過來 所以這邊有一擠 現在這邊這一擠要接尾巴 這邊也是一樣 我們要在這邊再做 首先是第二擠 好 我們這邊後面還有一個迴旋 從這邊 從這邊 往上回 不然你會發現 欸 這樣子 爽 這樣子 我連背後都做到 我會發現 我連背後的眼睛都做到 好 做過來畫了 然後呢 我們這邊 跟著我們這個龍 龍身 就從這邊開始 從這邊 從這邊 下一刀往上 好 我們往下 從這邊看 回旋刀上 好 不過手要小心 因為我們這邊 有點硬 推不動 大尼紙 那就加過大尼紙 這樣推 OK 你看 看我們龍是不是 嘿 他轉了 轉了身了 這邊 好 我們現在在轉的時候 我先把它修 開始把它的身體 修起來 修起來 修油 所以我們當初有浴流 浴流是這個原因 因為這會快點平平的 一流一點 修平 好 再轉圈圈 後來這個地方 還不夠圓 把它修圓 下這個腳 下我們的這個腳 斜斜的一刀修下去 去腳而圓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道 好 來 我們的戳刀 戳刀 戳刀 來啊 我們的圓圈圈 來這個 來 轉下去 這是我們龍在旋轉的時候 好 每個回旋刀都有它的道 都有它的道 為什麼要做回旋 每次做一個回旋 等於是重比一次 等於是我龍是這樣子 轉轉轉過去 所以我們這邊都要休閒 齁 上面的圓圓圓就小一點 小一點 這樣子 戳完以後來 把它下去 好 然後我們剛剛齁 剛剛前面用的 像這一種的齁 都可以接 把它接上來 把它切了面積大一點 切大一點 接上來 如果說你們一開始 你們黏的時候 因為其實這個直接黏上去 因為這個比較實 我們在切這種比較厚的時候 這個很容易斷掉 那我們可以先比齁 我們容量尾巴怎麼跑 比如說 我的頭是就這邊 我容量尾巴當然是要 要彎來 彎來彎去 尾端翹高 來 跟著這樣子走 來接龍尾巴的地方 OK咩 來 我們燒紙 我們剛剛畫回去走 把這個皮擦掉 把這個皮擦掉 那我們把它接上來 接上來 消水 接上來一定 接上我們一定會做一個修飾 然後我這邊剛剛齁 我不會一次齁 就把它切到是剛剛好 剛剛好 蘿蔔有濕齁 這樣是齁 一樣把腳去掉 修 但是龍尾巴一定是粗 慢慢慢慢到細 最穩算是最細 那這個轉彎的地方 你有發現它特別粗 那我們要補當晃 把我們補起來 把我們的彎度齁 因為它是由粗慢慢變細 就追加一當 就追加一當 把它修起來 好 它的厚度齁 降低它的厚度 好 這樣容身就出來了 對我們龍身就出來了 阿 掌ACT 確實在有多少 谢谢大家